好家伙 看看这是什么兄弟们 喜羊羊 梦回清清草原啊 之前蛋仔派对于喜羊羊联斗 这个喜羊羊盲盒兄弟们有没有开出喜羊羊呢 反正我是没有开出来啊 但是 开不出来我玩个喜羊羊地图过过瘾 还是可以的吧 这个作者是真的有点东西啊 兄弟们看 这个熟悉的羊吹纳门 门口站的是喜羊羊 灰鸭狼以及懒羊羊 再加上我这个憨君羊 毫无违和感呀 不得不说啊 这喜羊羊 懒羊羊和灰鸭狼 出来有点胖 当然也是为了贴合蛋仔这个设定 这个形象做的可以说是非常还原了 最神奇的是这个大门啊 可以说是一比一还原了 就两边的图腾 还有上面这个阳森大牌子 有没有那个味儿 咱们接着往里走走看看啊 这个是那个独木桥吗 从狼堡去阳村的必经之路啊 我记得灰赛狼 每次都路为这里的食人鱼咬到死去活来啊 这张地图居然也把食人鱼做出来了 并且把食人鱼做成了独爱玩家的障碍 这食人鱼做的也很细节啊 咱们走在这个桥上的时候 不能被食人鱼咬到 你看 直接就嘎了 不过这都是小问题啊 咱们赶紧先过去 看我跳 这破不满动的这么参丝不齐干什么呀 不过这种天天落我过不去 我直接原地螺旋升天 呃 其实这波我想表达的是 咱们也来当一波灰赛狼 兄弟们懂吧 你看这不就轻松过了 再往前走就是灰赛狼经常走的沼泽了 下次我抓到你一定要把你吃了 刚来这个地方的时候我就狂狂死啊 后来我才发现 这绿布垃圾的是沼泽 不能踩 不过地上的狼爪和荷叶 做的非常的相像 很细节 这种天下乐没难度的 啊 这个 玩个景观图都能给自己干出内伤 也是没谁了呀 不过好歹是挪过来了 过来以后 首先看到的是懒洋洋的小宠物 蛋蛋 这地图的所有东西都做的好还原啊 因为咱们玩的是蛋蛋派对 所以在这放了一个蛋蛋是吗 咱们继续往前走 这里是丛林里面的魔鬼树 长得还是有点吓人的 童年阴影啊 不过这个就更还原了 就是这个路有点难走啊 不过这种小石头 总能难到我呢 只能说我这波和石头配合的不是很好 好了 咱们也是终于过来了 再往前是字 写的什么玩意儿 我一定会回来的 这不是灰特朗的经典台词吗 我一定会回来的 还有三个 并且和圆片一样会动 神奇啊 继续往前 好像没了呀 重点这里还有很多巨大的模型 这上面还是我们最熟悉的平底锅 还有这个丸子 都很经典 装在平底锅上就过关了 搞得我都有点意犹未尽 我觉得这个地图做的还非常还原的 兄弟们觉得怎么样 这流程太短了啊 让我梦回童年啊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那么兄弟们还有什么好玩的 欢迎留言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啦 不要忘了长按点赞加关注 拜拜